大家好,我是小霞 我跟我婆婆现在已经在城里了 我堂姐搬了新家 一直邀请我们来做客 但是我们也没有空 刚好今天有空 一起去她家看看 去做客肯定要买点礼物 先买点水果 他新搬的这个地方 很像一个城中村 有点难找 各种巷子弯弯绕绕的 走吧 他们家就去二楼已经到了 完全就能看到 这整一层都是她的 看这是 团姐们那个虾 看 就这一兜花了多少钱 70多 70多 为了迎接我们来是不是 我来做吧今天 因为她很早就跟我说 她不会做虾 让我来做 她说不会做的东西 不想轻易去尝试 怕给浪费了 是吧 放土豆片 豆角 胡萝卜 开大火 给它焯水三分钟就够了 水开给它捞出来 这个水开再放虾 这个是煮青菜的水 没必要再换 水开给这虾捞出来 不多呀 70块钱买的可不多 比平时超市买还便宜 便宜几块钱 超市买32块多是吧 然后在那里买28块钱 也还行 倒油 放葱姜蒜八角花椒 放豆瓣酱 放虾 放洋葱青辣椒 这些是刚刚没有焯水的 倒入刚刚焯好水的配菜 你是要把你夹盐全倒完 抱抱不敢 豆瓣酱就很咸了 放点鸡筋粉 好好可以的 好好好 还撒点芝麻 看来这你比我更多呀 芝麻出锅再撒吧 撒在面上 你现在是熟的还是生的 熟的 等会出锅再撒 炒好了出锅 下面淋点芝麻 鸡汤来了 最后的 对你吗 对 孩子还没有回来 然后先给他倒点虾水 小孩子爱吃虾 多弄点 你不动快 我们怕本人看我们 这不开溜的 赞赞吃这个 赞瓣给你姐姐 吃这个 你嘟了嘟都碰到了 早点到 家里刚搬家没有凳子 就留了三个 他们一家三个 我们两个占过两个 是啊 在啥 吃饭吧 好吃 这个在外面的话 最起码要100多吧 100多块 那我们家都占70块钱了 对吧 这个是那种 河虾 河虾 然后里面是那种甜的 外面是辣的 甜辣 甜辣 这个干锅虾配着米饭吃 特别好吃 感觉能吃两大半斤 感觉能吃两大半斤 中午了 吃饭的都该用 赶紧泡着回来 那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记得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再见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